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当轰炸子机ChatGPT作为新世代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短短几周已经成为一款现象机服,迅速火遍全球。 它吸引用户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之前广受欢迎的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 根据SimilarWeb的数据,去年11月末发表之前,这款服务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在今年1月实现了月活过亿的惊人成就。 瑞士银行的研究显示,在他们关注互联网的20年间,从没记得有一款消费级互联网应用能有如此增速。 作为ChatGPT的开发者,OpenAI最近的访问量也极深全球前50名。 作为对比,Instagram之前吸引11月活用了两年半,就连TikTok也花了9个月时间。 ChatGPT的惊人增速表明,它不仅能帮助人们实现许多任务,也能满足人们对类人机器的普遍好奇。 ChatGPT是由美国人工智慧公司OpenAI开发的一款聊天机器人。 作为通用人工智慧,它能以极快的速度和明确的语言,回答人们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 此前的许多聊天机器人只能回应特定的关键词或触发因素,而ChatGPT却可以回答复杂问题,还能迅速给出长达一整篇文章的复杂问题,而且涉及各种话题。 ChatGPT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神经网络,并使用互联网的庞大数据进行过训练。 所谓神经网络,就是一种模拟人脑神经元的软体。 不过,谷歌等其他公司由于这项新技术中,蕴含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构成的潜在破坏而吃出不前。 比如,他们担心这种技术可能散布虚假讯息和仇恨言论。 与此同时,OpenAI却选择在去年秋天将产品推向市场,应对潜在竞争。 虽然ChatGPT采用了复杂的底层技术,但其视觉界面却非常直观,只需要在文本框中输入内容即可,就像使用谷歌一样。 这种简洁的界面使得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都可以迅速与之互动。 ChatGPT的另外一个强项在于它的灵活性。 如果用户不喜欢该系统提供的答案,可以提出建议,岂便会立即做出相应的调整。 由此可见,ChatGPT之所以能迅速窜红,首先源自它的吸引性。 ChatGPT的用途就不再局限于,之前苹果Siri语音助手只能回答天气,设置闹钟这些小把戏,而是开始向专业领域渗透。 ChatGPT可以与用户进行头脑风暴,还能写文章、写代码。 人们开始使用它写求职申请、课程作业、学书论文、甚至不同语言的城市脚本。 事实上,SimularWeb的数据显示,编程和开发软体已经成为ChatGPT的主要用力。 3D开发工作室Metaverse Architects联合创始人就表示,ChatGPT已经彻底改变了它们的效率和创造力。 它会使用这个聊天机器人与之一起,通过头脑风暴的形式设计代码,准备文章,设想新专案。 许多公司也因此调整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将其部署到工作流程中。 例如,BossFeed就宣布将使用这项技术对内容进行检测和个性化。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阻止学生提交人工智慧生成的家庭作业, 美国的许多学区都宣布进用ChatGPT。 由于ChatGPT的吸引力急剧上升, OpenAI甚至被迫拒绝了许多用户。 它们只能看到ChatGPT已经满负荷运行的提示。 该公司最近宣布收费政策,让付费用户可以再使用高峰正常使用。 ChatGPT爆红后,其他公司也坐不住了, 纷纷宣布将推出类似的产品。 比如,Google就为应对ChatGPT而拉响了红色警报。 Google近日推出了模仿ChatGPT的产品名为Bard, 本来被寄予厚望。 然而其正式演示之后却翻了车, Bard回答的一个天文问题就犯了事实错误, 手战就很丢人。 这个问题还是在Google自己的广告中被发现的。 为了推广Bard, Google在推上投放了影片广告, 将Bard描述为Launchpad for Curiosity好奇心的发射台, 称它可以简化复杂的话题。 影片中有个提问, 关于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JWST, 我可以告诉我9岁的孩子他有哪些新发现? GoogleBard给出了多个回答, 其中一个说是詹姆斯维博空间望远镜拍摄了太阳系以外的行星的第一批照片。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符合事实, 美国NASA都提到第一张戏外行星照片, 是2004年欧洲南方天文台的VLT望远镜拍摄的。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 很多人对谷歌的AI没了信心, 这样的准确率相比ChatGPT差远了, 后者就是靠惊人的准确率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这件事立即导致谷歌股价大跌6%, 损失700多亿美元市值影响巨大。 作为OpenAI的投资者, 微软同样在加紧将ChatGPT整合到自己的并搜索和Teams消息平台。 这一切都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 很快就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工作中。 但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人工智慧曾经发表过仇恨言论和虚假讯息, 现在还被用来编写恶意代码。 随着蜜月机结束, 大些存在问题的应用方式还会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业内人士认为担心ChatGPT可能对使用它进行心理疏导的人产生影响。 此外,ChatGPT所使用的神经网络技术已经存在多年。 Meta首席人工智慧科学家最近就表示, ChatGPT没有太大创新, 基本上仍然基于谷歌2017年发表的Transformer神经网络技术。 然而,美国人工智慧研究公司OpenAI旗下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作为历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之一, 就在正式上线两个月拥有了超过一亿的用户后, 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等公司受到影响已是现实, 其中有些和OpenAI进行了合作, 有些则计划加快人工智慧的研发工作。 不过,此前曾经多次透露半导体行业内部消息的人士表示, 目前人工智慧计算领域的领导者之一的回答, 并没有因为ChatGPT的大热, 从而加大自己在台积电的4nm工艺晶片产出。 该消息人士评论称, 市场对于ChatGPT都过于乐观了, 估计是想炒股赚钱想疯了。 当前, 挥达算是人工智慧领域的代表企业之一, 它拥有着以数据中心为重点的人工智慧业务。 挥达的人工智慧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开发人工智慧解决方案, 包括数据处理、 人工智慧模型训练和规模化部署等很多方面。 如果当前的人工智慧行业即将迎来一波大的发展, 那么其中必然需要挥达的支持, 然而目前的情况似乎意味着挥达并不看好ChatGPT。 ChatGPT的爆红引发了人工智慧军备竞赛, 这可能会导致其竞争对手为争夺市场份额而走捷径。 在社交媒体十年前崛起时, 世界曾经目睹过类似的景象, 快速行动, 达破常规成为当时的主流信条, 但安全性却遭到忽视, 导致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曾经效力于谷歌的一名人工智慧论理学家承认, 大多数人都对ChatGPT的爆红感到意外, 这项技术并没有推进任何的底层突破。 但ChatGPT的确是第一个让公众, 可以使用和把玩的重大里程碑式的人工智慧产品。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